初詞 字幕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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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賢盛!盛賢!盛賢!你在看什麼? 老師這是什麼標籤? 為什麼這邊有 這邊沒有 那個標籤長怎樣? 就是這個啊 你想知道嗎? 那请收看这一集的环保热火小学堂哦 英国政府于2001年所成立的CarbonTrust于2006年所推出之碳减量标签是全球最早推出的碳标签透过碳标签制度的施行能使产品各阶段的碳排放来源透明化促使企业调整其产品碳排放量较大的制程也能促使消费者正确的使用产品以达到减低的制度的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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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 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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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 而我国也于2009年开始研议台湾碳标签的机制 期望以我国碳标签政策 强化低碳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并提升消费者对于碳标签产品的购买意识 达成低碳经济的永续消费与生产模式 为鼓励厂商除揭露产品和排放资讯外 能借由产品本身制成及供应链中 找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机会 甚至检讨产品绿色设计 进一步降低消费者在使用 及废弃处理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达到实质减量成效 我国于2014年起推动碳足迹减量标签 又称减碳标签 申请减碳标签使用权之产品 其5年内碳足迹减量需达3%以上 经审查通过后即可取得减碳标签使用权 那购买有碳足迹标签的商品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减少碳排放量就能减缓全球暖化 避免影响全球气候异常 截至111年2月底统计 共约有85家厂商462件产品 领有台湾碳标签 民众于购物时可以优先选购低碳产品 透过聪明消费 即可为对抗全球暖化与气候变迁作出贡献 同时达到全民绿色消费之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